真言 第五章 我儿 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彻尔听我聪明的言词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 嘴唇保存知识 因为淫妇的嘴低下蜂蜜 她的口比油更滑 至终 欲苦是阴沉 快如两刃的刀 她的脚下入死地 她的脚步踏入阴间 以致她找不到生命平坦的道 她的路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 不可就近他的房门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 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恐怕外人满是你的力量 你的劳碌得来的 归入外人的家 终究你的皮肉和身体销毁 你就悲叹 说我怎么恨物殉悔 心中藐视责备 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 又不测听那教训我的人 我在圣会里 几乎落在猪般的恶中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引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全员 岂可掌溢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 所娶的妻 他如可爱的幽露 可喜的母露 愿他的胸怀 使你实实知足 他的爱情 使你常常恋慕 我儿 你为何恋慕淫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因为 人所行的道 都在耶和华眼前 他也修凭人一切的路 恶人 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 如神所残扰 他因不受 训悔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甚 必走岔了路